這是乾冰 首先我先把乾冰倒在這個地方 那我不能在這個地方碰到 碰到水 我的盤子當中是不能碰的 現在乾冰一碰到水之後 因為它的溫度非常低 零下四七八度 所以在周圍會產生了 現在我做一件事情 現在我在中間 我要讓我的中間加熱 現在你可以注意到看起來有一點上升的現象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讓我的 讓它的變化有沒有 現在可以看到中間有空氣有上升的現象 對不對 因為我 颱風是一個熱帶氣旋 如果水溫達到26.5度 27度以上 這邊的空氣就會上升 可是上升之後我這邊上升我這邊就沒空氣了 所以我周圍的空氣就會湧進來 現在大家已經可以看到外面的空氣湧進來了 對不對 那麼我後面加一點讓它的變化明顯一點 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 就只有上去跑進來 對不對 可是別忘了我們地球會怎麼樣 轉動 所以我就讓它來轉 請大家仔細看 當我們在轉動的時候呢 裡面的空氣不斷的上升 由於我們地球呢 為什麼這種轉法呢 因為我們是住在北半球 以北半球的觀點來講 它是自吸向東轉 所以我們模擬它自吸向東轉 現在呢外面的熱氣一直 冷空氣一直不斷的湧進 中間上升 請問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漩渦的樣子 對不對 有一個漩渦 那如果我們的中心的轉速 越來越快的話 為什麼會轉速越來越快的話呢 就是說它的外面的那個水氣供應了很多 它的能量的交換夠多的時候呢 我們中間就會越轉越快 越轉越快 這時候風力就有增強的機會 那等到呢 我們中間越轉越快的時候呢 中間就會產生一個所謂的離心力 就會把中圍的水氣呢 往周圍怎麼樣 甩出去 這個中間會看到一個洞 那個洞 我們就稱它為 颱風眼 這個颱風眼 通常你要看到颱風眼呢 大概這個颱風要中路上 中路颱風 那至於中路颱風什麼標準呢 我們附近有些資料 我們就不多說了 上面有資料 大家自己去查一查 這樣好不好 好 那麼這就是我們模擬一個 窩旋的一個情形 這樣可以嗎 可以看到很清楚 通常像這種情況 要在什麼地方看得到呢 你要坐上氣象偵測的飛機 飛到雲層以上 才有機會看到這樣子 窩旋狀的現象 那我們今天透過這個實驗系 才在評定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請向後轉 好